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妊娠期 这样能降低手术的风险 减少出血 在绝育前需要疫苗接种成功 定期驱从 因为绝育后抵抗力会下降 会增加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因为要全身麻醉 所以小母猫在手术前要进食进水 6-8 个小时 或者麻醉后可能会出现呕吐 逆流 进入气管 引起肺炎 甚至死亡 术后要每天坚持处理伤口 以及防止感染 建议小母猫在手术前做术前生化检查 保证肝肾功能的正常 以降低麻醉的风险 保证小母猫能够正常顺利的进行手术